许多人穿完的旧衣服都是直接回收或者是丢弃 台东县环保局为了让旧衣服能够再利用 特地邀请讲师运用一般人吃完的零食袋 结合旧衣服制作成环保零食袋 不仅能够减低垃圾量 更能够让旧衣回收再利用 讲师正在台上教导台下的学员 如何利用旧衣服来做成环保零食袋 这是台东县环保局特地办理的DIY活动 教导学员如何将旧衣服以及吃完不要的零食袋做结合 成为时尚环保的食物袋 为了让旧衣服能够持续的被利用 台东县环保局特地邀请了专业的讲师 来教导民众如何运用旧衣服做成环保的食物袋 近来都会看到一些文章谈到快时尚 那它其实是对环境很大的一个危害 虽然比较审动的说法说 它是服装是第二大污染的产业 那也许没有这么严重 但是的确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尤其现在旧衣回收的情况也很不理想 所以旧衣服我们又这么快速地消耗服装 那到底这些衣服要到哪里去 然后这些衣服其实在生产过程 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 不管是对环境的污染或是对老公的剥血 所以既然它都被生产出来 我就希望它可以有更长的生命 因为其实就看到坊间有一些食物袋 然后其实卖的也不便宜 那我就想说其实可以自己做 那刚好就是自己那个零食袋 平常自己都会留下来做食物的分装 那就把这个零食袋 然后来跟旧衣结合 就一样会有漂亮的外观 而且零食袋又不会漏 也不怕油脂就可以清洗 所以就想说这两个结合 那就不会再造成地球资源的消耗 然后又可以达到我想要有一个食物袋的功能 参与活动的学员则表示 自己本身对于环保就很有兴趣 参加了这次活动之后 回去也会继续推广 让更多人知道旧衣服也能够变成环保食物袋 因为我看到这个我很喜欢 所以我想说因为塑膠袋有时候会张变 那这个就不会造 而且这个有造型还蛮漂亮 你现在没有想做老师的造型 没有啊 所以老师很有创意 那你这会用吗 当然会用啊 就是回家还可以教别的妈妈什么 然后就这么大一点大家就可以提 透过巧手将原本不要的旧衣服 以及吃完的零食包装 摇身一变成为新产品 换个方式延长物品的使用时间及方式 同时也为了环境保护尽了一份心力 记者陈继琳台东市报导